大家好,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,香港放寬了海外入境的檢疫去到0加3,其實現在大家都好關注和內地的清零政策不對等,或者會阻到和內地的通關進程。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接受電視台訪問時,認同香港應該逐步放寬入境檢疫措施,外防輸入是香港範圍內的工作,可以自己處理,中央很尊重香港放寬的決定。 他引述內地朋友的估計,今個月中召開完中共二十大結束後,香港和內地的通關政策有機會放寬。 澳門行政長官何一成問到港澳通關時,重申澳門要和內地做一個通關,就無法和香港實施免隔離措施, 至於這個清零政策,譚耀宗亦說內地仍然會不斷篩查,希望可以及時發現這些中了疫情的人和馬上進行隔離。 他說對內地人民來說是好的,不過付出的代價是大,特別是對經濟的影響是比較大。 這個就是譚耀宗方面的講法,其實看到現在又出來放阿楓,說中港有機會通關。 但是最主要都是那樣東西,二十大結之後有沒有機會做一個急轉彎呢? 如果是大陸和香港做一個通關的話,基本上大陸是開放的了。 因為香港已經是和外國做一個零加零,很可能十月份的下半月,因為現在的風是這麼傳, 講緊李家超可能就有機會在他份施政報告上公佈這件事,當然這些都是傳聞。 如果香港是零加零的話,跟著又和大陸放寬的通關,基本上是可以經香港去大陸的了。 完全沒有阻滯的,跟著就變到是中港澳三地互通的了。 但是二十大之後即刻去公佈這件事,或者短期去公佈這件事, 個機率大不大呢?現在已經是十月份了,二十大大概是去到月尾就會開完的了。 這個情況有沒有機會發生呢?你們說下你們的想法我知吧! 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